文章相关引用及参考,因为网开发基于无人机的扩展现实技术,因为2018年7月19日,在公司于2016年被英特尔收购后,以色列VR创新Replay Technologies的两位创始人, 现正开启新的征程,又创办了一家名为Extend Reality Expand的增强现实公司,去以美网了解,这家公司最近从特拉维夫大学的CoVentures和此人投资者身上,完成了数百万美元的融资,此收购Replay Technologies以来,英特尔便通过这家子公司,设立了专门制作VR和AR内容的Intel Studios。 不仅如此,英特尔同时才利用他们的技术,来为体育赛事捕捉,和提供高分辨率3D内容。 Avev Shapiri和Mateo Shapiri兄弟于7月正式注册成立Extend总部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,这家公司主要是开发基于无人机的扩展现实技术, 利用虚拟元素来增强现实环境,通过结合电影摄影,计算机图形和计算机视觉等元素,他们的技术可以帮助用户游戏化现实生活中的活动,模拟飞行员或载车手的体验。 从而时起,我们每一个人都梦想着,可以在天空中飞翔。 Avev Shapiri在一份声明中如是说道,并补充说他们的技术将能帮助用户逼真的实现这个梦想。 在本月初,有特拉维夫大学和以色列安全局联合运营的早期加速期项目 The Accelerator宣布Extend成为首批入选的7家初创公司之一,文章首发于英维网,本文来自英维网VR,创业加系授权发布,略经编辑修改,版权为作者所有,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公典。 Zither Har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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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